近年來中共政權內部風雲詭譎 尤其是軍隊系統震盪頻繁成為焦點 2024年11月28日中共官方宣布 中央軍委委員、軍委政治部主任苗華 以涉嫌嚴重違紀被停止查看 這一消息無疑震動了中共軍隊 也讓國際社會再度將目光投向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獨裁政權 這一事件的後續發展可能预示著中共政壇新一輪的大變局 苗華的被查表面上是對軍隊腐敗的整肅 但是實質上折射出中共高層內部鬥爭的激烈程度 苗華是習近平的親信 在軍隊中亦有較高政治地位 長期負責軍隊的政治工作 作為軍委委員 他是習近平加強軍隊控制的重要棋子 苗華此次被停止查看 或意味著習近平在軍隊中的權力正在受到削弱 自習近平進入第三任期以來 中共軍隊經歷前所未有的高層震盪 包括秦剛、李尚福、李玉超、許忠波 在內的多位中央委員被相近拿下 而火箭軍、裝備發展部等核心部門的高層 也是紛紛落馬 形成一場高壓反腐的浪潮 然而這些被查官員的落馬並非單純的反腐 而是中共內部政治鬥爭的結果 苗華落馬以後 中共防長董軍、火箭軍司令王后斌 也先後被查看、約談 去交代與苗華的關係 據悉 董軍從兩國回國後就被調查組帶走 並作出不利於苗華的證詞 雖然董軍暫時沒有被正式定罪 但苗華的倒臺已引發軍隊內部極大震動 中共新海軍眾向姚誠表示 這不僅僅是個人的問題 而是整個軍隊高層震盪 甚至可能導致一批高級將領被查辦 此次苗華被查為對習近平構成重大打擊 中共前中紀委監察部官員王友群認為 苗華的倒臺標誌著習近平權力進一步削弱 他指出 苗華事件可能只是一個開始 中共軍隊高層的清洗還會持續下去 而這也將對中共政局產生深影影響 習近平執政以來 通過反腐運動整肅黨政軍高層 一度確立了個人權威 然而他對黨內高官的頻繁打擊 導致黨內人心離散 據統計 自二十大以來 也有數十名中央級官員被查處 軍隊 外交 經濟等多個領域均受到搏擊 這種局面不僅沒有穩固習的權力 反而加劇了中共內部的矛盾 而此次苗華事件背後隱藏的更大的政治危機 則是軍權的掌控問題 一些分析指出 中共軍隊的實權可能並不完全掌握在習近平手中 而是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偶俠等人控制 張偶俠是軍中元老張宗迅之子 既有深厚的軍中人脈 如果苗華事件證實是張偶俠主導的清洗運動 那麼習近平在軍中的權威將受到極大挑戰 近年來 中共政權內外交困不僅面臨經濟下行壓力 還遭遇國際社會的圍堵 與此同時 黨內鬥爭愈演愈烈 導致政權基礎更加動搖 一些觀察人士認為 苗華事件可能是中共整體崩塌的前奏 首先 苗華事件表明 中共軍隊內部的派系鬥爭日趨激烈 作為維護中共政權的最重要支柱 軍隊一旦陷入內鬥 將直接影響政權的穩定性 而軍權的分裂 不僅可能導致習近平的權力旁落 更可能引發中共高層的全面內鬥 其次 苗華的倒台以及軍隊內部的動盪 可能對中共武統台灣的計劃產生重要影響 軍隊的腐敗 指揮系統的不穩定 都會削弱其作戰能力 更重要的是 一旦軍隊高層繼續陷入清洗 中共發動對外戰爭的可能性 將大幅降低 此外 中共官場目前呈現出普遍的躺平狀態 高官們為了自保 不願主動承擔責任 導致政務停滯 火箭軍渦案 裝備系統腐敗案等問題 不僅反映出中共內部管理的混亂 更揭示出政權內在的脆弱性 隨著更多高官被查 中共政權的合法性 與權威性將進一步喪失 苗華事件對習近平構成了雙重打擊 一方面 表明他在軍中的控制力不足 另一方面 也凸顯出黨內高官對他的不滿 外界猜測 習近平可能會通過進一步的清洗行動 來鞏固權力 但這種做法無疑會引發更大的反彈 中共政權多年來的殘暴統治 早已導致內憂外患 習近平不僅要面對內部的政治鬥爭 還必須防範外部的威脅 據傳 習近平有一個號稱世界最深的核地堡 用於應對核戰爭等極端危機 這一設施位於北京附近 具備極高的防護能力 據香港《南華早報》早前報導 已向政府出資的地質調查發現 已作為中共最高領導層 及其下屬、部隊和工作人員修建的核岩體 埋藏在地下超過兩公里深的石灰岩溶洞之中 像西山這樣的指揮中心 是中共中央軍委的指揮中心 但中共早已完成了更大範圍的防核武布局 西山只是一個傳統概念 近年來 中共在秦陵等地區 建造了更先進的軍事設施 特別是戰略導彈裏的部署 這些設施被設計用來應對最嚴峻的軍事衝突 中共在軍事設施和裝備發展上花了大功夫 到底花了多少百姓的血汗錢誰也不清楚 然而 即便有如此堅不可摧的掩體 也無法掩蓋其政治上的不安全感 近年來 美軍加強了對中共軍事設施的偵查與打擊能力 中共軍隊的集結點 導彈庫 指揮中心等目標早已被精準標記 一旦中共試圖發動對外戰爭 這些設施都可能成為首要攻擊目標 而習近平的核地堡 也很可能被美國列位重點打擊對象 而習近平真正的威脅並非來自外部 而是來自內部 在中共專制體制下 官員腐敗 離心離德的問題屢見不鮮 苗華的倒台 暴露了中共軍隊內部的深層問題 也揭示了習近平在黨內失去支持的現實 即便擁有核地堡 也難以改變其內部危機似伏的處境 雖然苗華事件只是中共內部鬥爭的冰山一角 卻可能成為其政權崩塌的導火索 隨著更多高官被查 黨內矛盾加劇 政權的合法性和穩定性都將受到更大的衝擊 從中央到地方 整個官場人心惶惶 政務停滯不前 而國際社會對中共的圍堵也日益加劇 習近平的未來走向 或許將在接下來的數月內逐漸明朗 中共政權的內部動盪和外部壓力 已將其推向懸崖邊緣 而這一大變局的最終結局 很可能是習近平出局 中共出局 之所以說習近平大勢已去 是因為中共政權面臨的最大危機 不僅來自內部權鬥 更在與其維穩手段的失敗 與對百姓的高壓統治 這些政策在短期內 或許鞏固了中共的專制地位 但長期來看 卻加速了政權的崩塌 首先 中共的高壓維穩體系已經接近失控 通過鋪天蓋地的監控設備 無處不在的警察部隊 以及持續擴張的網絡審查 中共試圖 將每一個角落都納入監控範圍 然而 這種毫無節制的維穩 不僅導致了巨大的財政負擔 還激化了民眾的 滿情緒 近年發生的多地抗議事件 如白紙運動和鄭州爆雷抗議 表明即使在如此高壓下 民眾的反抗仍層出不窮 其次 中共對百姓的經濟掠奪 進一步削弱了其統治根基 房地產泡沫破裂 大規模失業潮 地方債務危機等問題 已經讓普通民眾的生活 雪上加霜 更糟糕的是 中共並未拿出有效的政策 解決這些問題 而是繼續優先維穩和軍費開支 在此過程中 北京當局對民間聲音 採取了更加殘酷的鎮壓策略 從封控期間 強行抓捕維權人士 到對弱勢群體的徹底漠視 這種政策暴露了政權 已經失去民心 此外 中共對宗教和信仰群體的迫害 也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譴責 共產黨針對法輪功學員 藏人 維吾爾人和家庭教會基督徒的迫害手段 殘忍程度令人髮指 越來越多的民主國家 開始抵制中共暴政 外部壓力與內部危機的疊加 使中共政權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 雖然中共的高壓維穩與鎮壓策略 表面上維繫了政權的穩定 但實際上卻是飲鎮止渴 導致統治合法性被嚴重侵蝕 社會矛盾愈加尖銳 面對日益嚴峻的局勢 中共崩塌指日可待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請記得點贊訂閱留言 並分享給您的朋友 感謝您的支持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